再來看華人政府今年三月 增加三千多萬 老人雷金的預算 六十五回到八十四回的事大 一個人可以領六百塊 這案還不通過議會的心意 也不夠有部分的工作 已經先發錢了 有議員就質疑說 這樣做是違反與散違反 為了讓老大人更有好理 華人政府三個分 政府中用經濟雷金 發放要點 把官邸八十五回以上 才能領的主計 調整做六十五回至八十四回 這個人可以領六百塊 差不多六萬的多會人受費 不過議選並沒有通過議會心意 引起正義 甩鋪給議會 所以我們預算卡在我們議會 我們議員沒有審議 追加這一筆的預算 在我看來就是零私起義 明年又是選舉年 用意合戰 這個案在今年三月受政 到過三十年的時候 因為一百十二年度 管府總體家的議選 將會整個體育回去 管府社會處 算不記得把鄉頂公訴統計 鑑定這篇 有的公訴先貼錢 已經先本出去 隨隨鄉公訴甚至已經都發放完成 你都已經知道議會還比較省議 你可以跟公所說 你們可以電話 先行電話沒有問題 先行電話沒有問題嗎 因為那裡有不少多人 要在等發禮金 管府社會處對行政訴訟 給大家發失禮 不過希望議會 可以讓這個案在二十次第二次的台會通過 讓我們再找其他的財源 要規定 也會這些相公訴 那其他的部分就沒有辦法 這是第一種情況 那第二種情況呢 如果陳鴻大會提亮 如果管府的行為已經違反議選法 二十五點規定 對他的議選 沒有通過心理的時候 政府不可以在議選以後 動用公款 前對這點管府已經緊急 請各鄉公訴 經政公告 經過議會心理通過之後 再辦理報款的聽說 記者 中漢博德